我接下来要进到台智光案了 来看到这个之前吵了一波 引起了柯文哲和蒋万安 这前后任市长隔空薄火 蒋万现在只是急于处研议 要解除柯文哲任内2017年紫约 就是专门切这个专案合约 9号议会市政报告的时候 民进党籍的市议员林世忠 特别关心解约进度 他说蒋万事政报告中 完全没有提台智光 是不是不敢面对 还是利用引擎呢 蒋万就说已经正式发函中止紫约 发函后就生效会重新开启废率谈判 柯文哲一听到直接就酸 说很搞笑 不用你解 他早就解除了到底要解什么约 建议蒋市府把相关案件的公文全部公开 大家自有判断 每天在那里放话 何必浪费国家的时间 不过也很妙 我们看到这个林世忠 林世忠过去在柯市府时代 其实他是非常清科 而且非常有科的民党市议员 他送上了一把铲子给蒋万 好不好 就是要说用柯文哲铲子铲除 他任内所有的内鬼以及弊端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林世忠窝离反了是不是 不过这一局演变到这样子 柯文哲应该 应该 他应该得下车了吧 而且他应该还还在刹吧 讲完会不会真的产出什么样的弊端出来 其实林世忠早就不清科了 他其实应该说在台志光这个案子 他林世忠是一路跟着王世坚反台志光的 从来没有改变过态度 不管他有不有科 这个跟那个有不有科没有关系 这个案子台志光这个案子 林世忠一路站在反对的立场 一路开记者会 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一路修理 那这个当然现在台志光其实吵到现在我老实说 我觉得已经 是不是 已经这个题目没了 不是没了 是要等司法 陈从文以外有没有人在卷入 这个案情有没有扩大 这才是重点 那现在讲完说这个去处理合约的问题 我跟你说了 台志光不是吃素的 你去你发函 你发函过去 台志光就跟你说我要告了 我们到法院见 合约里面都会有 以哪一个法院为省级法院 都会有相关的这个 这个内行人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要解约不是单方面解约 所以我说后面是法律战 那是蒋万安已经准备好 要打这场法律战了 那我觉得这个 他作为一个现在要负责任的市长 是应该这样做没有错 只是说后面真正到真正这个合约能够解除 要花多长时间我们等着看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那至于柯文哲早就离开这个战场 他早就不在这个战场上面 你有发现他其实最近 早就撤退了 问到这个问题 哎呦就这样就过去了 然后就继续说 哎呦我在卖聊的时候继续服选 他现在舞台战场就在云林卖聊 别的他不管 别的不要找他聊卖聊 卖聊 所以所以现在柯文哲已经不打台志光这个议题 他自己很清楚这个事情 因为我说实在了很多东西你把时空背景八年浓缩在一个小时内 你要把他讲完了讲不完啦 里面有很多故事的 那你说对谁有利 也没有说对谁一定有利的啦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其实慢慢的聚焦一下 比如说最近也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战场啊 什么哪个盟民进党立委 盟民进党议员啊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要去告立委的啦 或怎么样啊这些都去都去发挥 但关键还是在于说这个司法的本质的议题 有没有扩大 有没有其他的人卷入 有没有更多的人被收押被搜索 这才是后面的关键 可是因为现在议会开议了 对这个礼拜议会开议了 议员会有保护伞 但是呢官员没有 如果如果我一直都在强调 如果有警察局也好 资讯局也罢 还是哪一个谁的市府团队里面 谁的人被后面被抓到 或者说有鬼 或者说被检方怎么样的 那谁的分数就会扣很多 所以现在都不要讲太早 我一直说这个战场 任何人都应该就就事论事 你不要去 讲的一副好像自己很清高 因为一旦你身边的人卷进去的时候 你要跳出这个战场就很难了 好所以兵哥也是耶 刚刚波基提点了大家 柯文哲现在的反应真的这样过去 他好几次的事件 到后来不了了之的那种状况 其实蛮像的 对不对 他自己想要离开 他要跳出了 可是当时是他自己捅出来的 柯文哲基本上就跟放冰炮一样 他点完他就跑了 因为爆炸他不要在现场 对 他每次都这样 就形容了传神 所以他本来当初就只是 要放一下鞭炮 对就放一下鞭炮 他其实早在一两个礼拜以前 他就已经不想谈这个问题了 他就已经在闪了 感觉出来 所以这个只是后续有记者去堵他麦 他就随便讲几句就跑了 就是这样 但是老实说我是觉得讲话 那个说法是很奇怪的 你看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寄出了这个通知 然后说要直接解约要重新议价 我就想你说重新议价就重新议价 哪有这种事 那还这样还得了我们政府是什么 我们政府是恶霸 我今天跟你签好的合约 我看你觉得这个合约不满意 从前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的啦 所以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啦 这种东西常常一纏颂就是好几年 搞不好纏颂到 他这一任结束都没有解决也不一定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慢慢等吧 而且我觉得 因为他前后牵涉到三任市长的问题 对 这个恐怕很多东西更难谈 所以我觉得 柯文哲是一开始自己把他 就是人家好像 因为一开始有人觉得说 你那个价钱 人家只是讲你那个价钱是不是牵的太高 他就直觉性的把他认为说 哈你说我有弊案吗 然后就噼里啪啪就这样讲 然后后来闹得太大 他们自己发言不对 然后就赶快收收收 就当时没这回事 他现在你看整个民众党现在已经不想谈这个问题 这个是很明确的也没有必要纠缠在这个战场 所以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台湾的悲哀 你看我们从过完年到现在我们发生多少事情 请问一下苏丹红的事情解决了没有 没有 西布特罗解决了没有 没有不知道原因 对然后我们的最新的邦克烈酸不是米孝菌酸 请问一下 到底现在源头在哪有人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悬案 对啊 我们多少事情都不知道源头 然后就过去了 对 就换下一个 对就换下一个 你看最新话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 还讨论这么久的黄子焦跟 对 然后就是统神跟吴珍 对啊 就 以台湾社会已经快速演变进展到一些很奇怪的方向去 可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才是真正对国际民生非常重要的东西 老实讲其实现在台湾已经发生出非常严重的食安中毒事件 对 王平那个已经60个人了快60个人了 然后其他地方 我好像是忠实一篇报道吧 说我们最近这个月好像一万四千人拉肚子 这是怎样这还是医院有统计的 你那个私底下懒得去看医生那个还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台湾死案的问题非常严重啊 你要这一万四千人多少是中了孔雀死率 多少中了邦克裂酸多少中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所以大家不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吗 政府再来讲包括在野党跟执政党应该聚焦在这件事情 这是直接攸关人民生死的问题 对 结果我们完全没在意 大家还是对八卦比较有兴趣 我真的觉得台湾是个很妙的地方 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就是我们不要这么容易被引导 是不是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真正该关注 因为那是直接影响到你我生命的事情 那至于一些八卦的东西真的随便谈谈就好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维生素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